晚上好 晚上好 嗨 我又睡著了 我今天打掃了家裡 把家裡打掃一塵不染 然後所以就是 弄太多的勞力 所以我就大睡著 在我睡著的時候呢 做了一些不安的夢 所以我改變了主意 我今天要先講這 三件故事都是發生在我小時候的夏天 應該都是暑假的回憶 然後希望這個故事可以讓大家留意到 就是在假期裡面 你也要特別的 不要顧著玩樂 你要注意到自身的安全 第一件事發生在就是我小時候 那時候美麗華剛開 然後摩天輪就是還很心 需要排隊的時候 我跟我媽媽還有我的姐姐 我們就是一起來台北玩 然後我們就一起排隊 要做摩天輪 小孩子排隊久了就一定會想上廁所 我就跟我媽說 媽媽我想上廁所 可是我姐姐就是一個 從小就是一個黏媽驚蛙 就是說我不要圓排隊 媽媽留下來陪我 讓我媽也沒辦法 媽說還是你自己去上廁所趕快回來 那個時候美麗華的下面是電子遊樂場 你也知道那裡的人 可能就會比較複雜一點 一個小朋友去上廁所 當然會害怕 就急急的去上廁所 可是在急急的上廁所的過程中 我就有注意到旁邊有一個人 他坐在旁邊 可是隨著我走路 他視線就一直跟著我 殺完尿嘛 人就比較放鬆一點 然後我想說 不知道我剛剛有沒有看錯 不然你等一下再仔細看一下好了 然後我想就邊走邊急急的走 然後我想說 等一下去樓上 會不會走逃生梯比較快 超錯誤的決定 等到我這樣往逃生梯走 然後我發現他站起來了 然後我逃生梯的時候 我就邊走邊想說 希望是我剛剛想太多 希望是我剛剛想太多 就在我這樣想的時候 我突然聽到背後傳來 哭的一個聲音 然後我就嚇到回頭 然後我就發現 他把逃生梯的門關起來 然後跟我對看 然後對我笑一下 我嚇到大起跑 喔好險 我小時候跑得超級快 宇宙快 就是那種大隊接力 會跑第一棒 或最後一棒的那種快 然後我就立刻飛奔到樓上 找到我媽媽 然後一把抱住他 三分鐘都講不出 真的長達三分鐘 都完全講不出任何話 其實不只三分鐘 到摩天輪上面 我都還是 就是驚魂未定這樣 天哪 如果那時候 我真的不敢想像 我如果被他追到 會發生什麼事情 超可怕 第二個故事發生在 比較小一點 大概五歲以下吧 在很久以前 嘉義的那個 嘉義公園裡面 有一個很大很大的 人造的那種水池 裡面有很多船 可以讓你搭著玩 那一天呢 我爸就帶我跟我姐去玩 然後那一天 我就不知道怎麼鬧脾氣 我爸說 帶你們去搭船船好不好 我說 我不要 我在這邊等你們 然後我就坐在水邊等他們 我爸跟我姐呢 他們就搭了船走了 那個賈狐還真不小 你知道嗎 所以一去就要滿久 然後坐在那邊等 他們也等著無聊 就越來越靠近水 然後我就想說 看一下那個水面上面 自己長怎樣 看著看著 然後離超近 我就摔下去了 小朋友跟水 是這個世界上 最可怕的東西 因為小朋友他掉到水面 他不會有任何聲音的 然後他就只會這樣 一直沉下去 一直沉下去 我到現在都還可以 很清楚的感覺到 就是水很綠 然後裡面很暗 那時候超級害怕 就掙扎到不行 因為我完全不會游泳 然後一直喝水 然後一直嗆到這樣 然後到那個極限的時候 最恐怖的事情發生了 我覺得四周變得很亮 很像隧道出來 連我那麼小都知道 我要死了 超級奇妙的感受 就是整個人突然就是不再掙扎 然後變得很放鬆這樣 然後眼睛覺得很亮很亮 就在那個時候 我突然感覺到很用力的力氣 把我往上拽這樣 原來我被岸邊也是做傳生意的伯伯救起來 然後伯伯他就是很用力的壓我肚子 然後我記得的時候 就是噗了一大堆水 然後就開始大哭這樣 那這時候我爸跟我姐 才緩緩地回來說 哎呦怎麼濕答答的 爸爸後來跟我形容是 當時那個伯伯其實是沒有看到我掉下去 他只是覺得 剛剛那裡明明蹲一個小孩 怎麼一轉頭小孩就不見了 所以他是 跳下去只是四個運氣 就是亂抓這樣 結果他真的抓到一個小孩自己 嚇爆 你能想像那個伯伯如果那時候 他就想說 算了可能看錯了 然後他沒有跳下來 事情會變怎樣嗎 無法想像 對啦我一樣會起來 這樣就是浮起來 死了 最後一件事情是發生在 我剛上小學不久的暑假 那時候我很喜歡就是 一個人就是坐在陽台曬太陽啊 自己在那邊瞎玩啊 然後我們家的對面呢 那棟房子是我們家租給學生的 距離不是很近 就隔著一個馬路這樣 可是你就隱隱約 可以看到對面好像有人這樣 因為每次我在玩的時候 就感覺好像對面有就是 人影穿動這樣 但是我也不確定 但是就是小朋友們很熱情 都很喜歡揮手 我有時候也覺得對方也在跟我揮手 小朋友的暑假就是那樣嘛 太無聊了 在自己家裡面玩一玩也就那樣啊 所以就是 有時候我也喜歡跑到對面去 在那裡也不能幹嘛 但是就是在樓梯間啊 在車庫這樣玩啊玩 那一天我自己一個人 在對面的樓梯那邊 跳上跳下 然後玩回音的遊戲 小朋友真的超無聊的 然後突然呢 二樓的門就打開來了 然後就有一個男生探出頭 年紀大概是男大生的年紀 然後他就問我說 妹妹你要不要吃餅乾還有糖果 要不要來我的房間玩 然後我那時就看一看就說 不行耶 我媽媽說我不可以跟陌生人講話 還有吃東西 他就說 你就進來玩啊 你吃完餅乾就可以回家啊 沒有關係啊 不然我門開著你比較不會害怕 這樣子勒 然後又把門打得更開一點 然後對我揮手 我就想起來 喔他是住我家對面那個 我有點猶豫 但是他人看起來真的蠻好的 然後我就走上階梯 就在我走到街梯就是到他門口的那一街的時候 我聽到我背後很大聲 我媽的聲音說 流氓你這裡做什麼 然後突然他就砰把門關起來 我媽那時候是剛好來收房租 然後就剛好看他自己小孩怎麼在這裡 就開口叫一句這樣 然後後來我媽牽我回家的時候 都講不太粗話了 因為其實在關門之前 我有看到他下面是穿四腳褲 而且有生理反應 雖然我回家什麼都沒有說 可是我覺得我媽可以從對方很緊急關門這件事情 大概才想到事情是怎麼樣 所以後來我媽就嚴格的禁止我 再到對面租學生的房子去 然後也禁止我就是自己單獨出門 印象好深刻 我媽就是蹲在我面前 就是眼睛有寒淚 然後就跟我說 你要記得 絕對不要跟陌生人講話 也不要吃人家給你的東西 人家碰你這邊這邊這邊 都是不可以的 聽到了嗎 完全無法想像 我媽的時候 如果沒有來收房租 也沒有即時發現 我在跟別人對話 跟打斷事情 會變成怎麼樣子 超可怕 天啊 就某個方面來說 我可能也是幸運兒吧 我覺得很多可怕的故事 不是他真的最後看到什麼 還是遇到什麼 而是他過程中 有很多很不安的小細節 是讓你細思極恐的那種 哇 也不小心錄太晚 哈哈哈 sorry 講太多 希望今天的故事 可以讓你覺得很消暑 就是雞皮疙瘩 冷汗直流 趕快留言給我吧 看你對這些可怕故事 有什麼想法 晚安 拜拜